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上一集我们看到原本是去打算投诉的黄大奶奶 见到游氏之后就不敢说话了 同时引出了秦可卿得病的消息 书中的秦可卿并没有像八七年版电视剧那样 明确地说明得病的原因 因为作者不认心血 周边的人也不让他自曝家丑 由此可见 《红楼梦》背后的确是有真实的原型的 《红楼梦》之所以会衍生出红血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清朝就开始 有一批人专门挖掘《红楼梦》背后的历史原型 这批人就被称为索隐派 索隐派的代表观点 就是说《红楼梦》在影射反清复明 并且把《红楼梦》的剧情 与波澜壮阔的冥王清新历史结合起来 而其中神秘的秦可卿 也给了索隐派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才有了刘行武先生提出的 秦可卿是《乾明公主》这样的假说 今天我们继续读《红楼梦》第十回的下半部分 卿说次日五间 人回道 请那张先生来了 贾珍随沿入大厅坐下 查臂 方开言道 左承冯大爷试之老先生人品学问 右肩身通医学 小弟不胜清养之治 张先生道 晚生粗笔下事 不知自身浅漏 左因冯大爷试之 大人家地千功下事 又成呼唤 敢不依命 但时无时学 倍增悍言 贾珍道 先生何必过谦 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父 仰仗高明 以示下怀 于是贾荣同了先生进来 到贾荣的居室 见了秦氏 向贾荣说道 这就是尊夫人了 贾荣道 正是 请先生坐下 让我把剑内的病征说一说 再看麦如何 那先生道 依小弟的意思 尽先看过麦 再说的为事 我是出造尊府的 本也不晓得什么 但是我们冯大爷 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 小弟所以不得不来 如今看看麦西 看小弟说的是不是 再将这些日子的病事 讲一讲 大家斟酌一个好方 可用不可用 那时大爷在定夺 贾荣道 先生实在高明 如今恨相见之晚 就请先生看一看麦西 可治不可治 以便使家父母放心 于是家下媳妇们 捧过大营枕来 一面给秦氏拉着袖口 露出麦来 先生方伸手 按在右手麦上 调息了制术 凝神细枕了有半刻的功夫 方换过左手 亦复如是 枕毙麦西说道 我们外边坐吧 贾荣于是同先生 到外间房里 床上坐下 一个婆子端了茶来 贾荣道 先生请茶 于是陪先生吃了茶 所以问道 先生看着麦西 还治得治不得 先生道 看得尊夫人这麦西 左寸成树 左官成福 右寸细而无力 右官虚而无神 其左寸成树者 乃心气虚而生火 左官成福者 乃干家气质血亏 右寸细而无力者 乃费荆气氛太虚 右官虚而无神者 乃皮土被肝木克制 心气虚而生火者 阴陷经气不调 夜间不寐 干家血亏气质者 必然斜下腾胀 月性过期 心中发热 费荆气氛太虚者 头目不时悬晕 银帽间必然自撼 如坐舟中 皮土被肝木克制者 必然不思饮食 精神倦怠 四肢酸软 据我看这麦希 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 或以这个麦希为喜麦 则小弟不敢从其叫也 旁边一个贴身服侍的婆子道 何尝不是这样呢 真正先生说的如神 倒不用我们告诉了 如今我们家里 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 都不能说得这么真切 有一位说是喜 有一位说是病 这位说不相干 那位说怕冬至 总没有个真正话 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 那先生笑说道 大奶奶这个症候 可是那众位耽搁了 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 就又要治起来 不但断无今日之患 而且此时已痊愈了 如今既是把病 耽搁到这个田地 也是应有此灾 实在以我看来 这病还有三分治的 吃了我的药看 若是夜间睡得着觉 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 据我看着麦希 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 聪明不过的人 聪明特过 则不如意识常有 不如意识常有 则思虑太过 此病是忧虑伤疲 甘目特望 精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 大奶奶从前行经的日子问一问 断不是常说 必是常常的 是不是 这婆子答道 可不是 从没有缩过 或是长两日三日 以至十日都长过 先生听了道 妙啊 这就是病原了 从前若能以养心 调精之药福之 何至于此 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窥目望的虚正后来 待用药看看 于是写了方子 地域甲荣 上写的是 义气养容补皮和干汤 人参二钱 白树二钱土炒 云林三钱 熟地四钱 龟参二钱九喜 白勺二钱炒 川雄前半 黄芪三钱 香腹米二钱炙 醋柴湖八分 淮山药二钱炒 真阿胶二钱格力粉炒 盐湖索前半九炒 揪干草八分 饮用剑莲子七粒去腥 红枣二枚 贾荣看了说 高明得很 还要请教先生 这并与性命终究有防无防 先生笑道 大爷最高明的人 人病到这个地位 非一朝一夕的正后 吃了这药也要看医员了 医小弟看来 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 总是过了春分 就渴望痊愈了 贾荣也是个聪明人 就不往下细问了 于是贾荣送了先生去了 方将这药方子 并卖案都给贾珍看了 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游士了 于是游士向贾珍说道 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这么痛快 想必用药也不错 贾珍道 人家原不是混饭吃 酒罐行医的人 因为冯子英我们好 他好容易求来了 既有这个人 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 他那方子上有人身二钱 可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吧 贾荣听闭话 方出来叫人打药去 煎给秦氏吃 不知秦氏服了此药 病是如何 下回分解 这个贾珍说的 要过生日的太爷 就是他的父亲贾靖 之前冷子新曾经介绍过他 这个人一心修道 并且把世袭的爵位让给了贾珍 也正因为他不管叫儿子 所以贾珍才变得无法无天 宁国福也才乱象丛生 贾靖这个名字 谐音其实既包含了 他并不是真的靖畏道教 也有他实际上并不清净 不干净的意思 贾靖让儿子刻印的音质文 全名是文昌帝君音质文 是道教劝善书之一 这本书以通俗的形式 劝人行善积英德 久久必能得到神灵的赐福 如果你在第五回里 留意过李丸的《红楼梦》梦曲 那里就出现过音质这两个字 那里说李丸没有积英质 换句话说就是李丸缺德 缺英德 几千年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 都是儒世道并存的 这也就造成了 我们在贾家的生活中 既可以看到学习儒家的思学 也可以看到修道的贾靖 庙玉 还可以看到后面出殡时 贾家的寺庙铁坎寺 和前面就提到的那个 长期给钱的水月庵 也叫馒头庵 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 传播思想观念 都是所有信徒最大的功德 所以贾靖提出了要印这本书 并说这个比别的强百倍 大家在寺庙道观中 经常能看到流通处 那里有不少可以免费取悦的 经书和资料 他们跟贾靖这个时候 做的事是一样的 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的四大发明中 有活字印刷术 但事实上 由于制造活字的材料 和制作工艺问题 长期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真正能够商用的印刷术 一直都是雕板印刷 而雕板印刷一本书 其实是很贵的 所以即便是 《红楼梦》这么好的书 在他问世三四十年之内 始终都只有手抄本 没有印刷本 雕板印刷的成本 决定了贾靖这个要求 其实并不低 当有事看病的这个情节 作者写得很细 唐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他一开场 就阻止了贾荣介绍病状 提出诊脉之后 自己先说 看看说的对不对 没有信心的拥医 是不敢这么干的 如果你有兴趣 拿这个情节 对比一下 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中 看病的情节 你就能深刻理解 什么叫做细节 按照中医理论 脉象一般被分为 寸 关 尺 三处 三处都在手腕处 但一个比另一个 离指尖更远 这个张太一 主要描述了 秦可卿 寸脉和关脉的情况 借此导出了他的病症 并开出了非常详细的药方 前文中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 《红楼梦》之所以伟大 关键就在于细节描写 无论是建筑 服饰 餐饮 语言 还是在这一回 出现的中医理论 没有一处是没有根据的 胡编乱造 后世有不少人 都在研究 《红楼梦》中间的 这些传统文化 并且反复地验证了这一点 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细节 才有人说 《红楼梦》是 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细节 我们其实可以 很轻松地辨别 叙述和尾书 因为只需要看看 有没有我们现在 很难了解的细节 结果就很明显 觉得现在能从读文本中 分辨原著和叙述 尾书的同学 请用弹幕打一 还不能的请打二 欢迎打一的同学 分享自己辨识的方法 和具体案例 文末 张太一明确说 秦可卿不是有喜了 也就是没怀孕 并且说 如果能正常睡觉 克制思虑太多的这个问题 他就能好转 对应之前尤士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出 秦可卿的心病 是身体每况愈下的 最主要原因 张太一在这里说了两遍 不如意识常有 这其实既是给秦可卿说的 也是给我们每个人说的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 就是因为不能接受 不如意识常有的现实 整天渴望人定胜天 不断抱怨 不断发愁 最终导致几率成疾 其实每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放下无能为力的 抓住力所能及的 这既是养生之道 也是做人之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记得订阅 投币 点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 我们下集再见